优优独播放 天父感谢你,招聚我们到这里 主,我们这一刻站立在你的面前 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 将这个话语带入我们的心里 我们要用这种真正的答案 我们会使用这种真正的答案 我们会使用这种真正的答案 我们也会使用这种真正的答案 我们会使用这种真正的答案 让我们都知道在一个生命当中 每一天你都是我们的主 通过你的能力 透过你赐给我们的能力 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 让我们成为真正的管道 让其他人知道你就是基督 求你透过你的话语祝福我们 求你保护我们免受这个恶者的骚扰 所以我们永远都与你同在 让我们真正散发你的光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明治祈祷 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呢 其实我们每天都需要这个真正的成功 2014年这个真正的成功是什么呢 我这一刻就会给你一些答案 把这个答案放在你心里 每天都要记住 真正的成功不是代表你有多少钱 我们需要钱 但金钱不代表真正的成功 好 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呢 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呢 用于被神使用的话就是真正的成功 用于被神使用 所以我们因此才每一天去活着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都会回天家 我们立刻就可以回天家 为什么我们永远都活着呢 神带领我们来到 我们需要被神使用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需要求神使用你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他的种类 我们是属于神的种类 我们是他的形象 人们不能见神 但人们能见我们 但是其他人可以见到我们 所以圣明来到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就会得着能力 每天我们都成为神的结智 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用于被神使用 如果这个是真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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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的话 真实的话 你必须要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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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success does not come from where 但真正的成功不是因为你祈了祷 而真正的成功是因着神的应许而来 before you pray 在你祈祷之先 你必须要祈祷 你首先要拿着神给你的应许 然后你先去祈祷 然后你先去祈祷 不单止这样的祈祷 因为其他的宗教信徒都一样祈祷 但我们不一样 我们有神的怀疑 我们有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首先要拿着神的应许 然后你跟神说 神明这个是你答应我的 这个必定会成为我生命里的答案 真正的答案是由神的应许而来 所以我们不会做我们自己个人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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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很重要 如果你找出神的计划的话 你就可以被神使用 如果你有自己个人的话 你跟着你个人的话去走 你就不明白什么叫被神使用 因为神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主人 他已经给我们一个计划 所以我们跟随他给我们的计划 我们首先要把神给我们的计划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需要努力 去成功 所以我们要传着这个心 我们要得着成功 我们要祈祷得着成功 但我们首先要被圣灵去引导 不单单说我努力去工作 不单单去运出技术 不单单去祈祷 不单单去祈祷 我们首先要得着神给我们的方向 然后我们祈祷 然后我们努力去做 为什么 因为这个第一点被神使用 就是我们所需要去做 今天 的主要是我们是属神的种旅 所以我们要跟神合一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东西 我们要找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找出来,究竟我拥有什么? 因为我们是神的门徒, 这是彼得寻出的答案, 在第一至十节, 作为神的门徒, 彼得是第一次在现场里面, 去展示祂所拥有的东西。 这星期, 不断的祈祷, 或, 我到底有什么? 我到底领受了什么? 我到底领受了什么? 让我找出来, 所以我可以分享到其他人。 这是非常重要。 之前你去到现场之前, 现在的宣传已经结束了, 现在的宣传已经结束了, 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工作室。 我不知道, 在办公室上个星期五还在放假。 甚至David的宣传也在放假。 所以, 这是一个很长的假期, 你应该回到明天, 明天就开始上班了。 当你去到现场之前, 要找出这个答案, 你究竟拥有什么? 这是很重要。 你究竟拥有什么? 第一, 我们首先拥有救恩。 我们拥有救恩。 我们已经得救了。 我们跟其他人已经不同了。 我们属于神的种类。 我们在神的恩典底下。 我们有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基督的名字。 这是什么你身体。 这是基督的新章, 这是福音词一章一节。 基督来到你的生命中。 基督来到你的生命中。 为了你的罪, 死亡十字打算。 你的罪是为了你的罪。 你的罪已经被继续。 You are new people now You are new creation You are his kind And God is with you now This is your identity You are different than other people You have a potential You are unique Very unique You are very special Why? There is a plan in your life God is going to use you At the time come Just like Peter You are going to use by God So true success means To see God's glory Through my life You can see God's glory Wow! He is with me no matter what I can see the power through my life I am a witness That he is my living God He is not dead He is not dead He is a living God You have to enjoy this first So this is your identity This is our true existence Through Jesus Christ You have a new life You are a child of God So this is your identity This is your identity You have that We are already You have that Then number two You have to hav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You have to hav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is is what Peter had I want you to have it too I want you to have it too Then you are dreadful death He will, through me, you are saved So through me, you are saved You are my disciple You are my follower You are my follower This is the first thing This is again important 耶稣提到神的国 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世界你活着的世界 是一个熟悉的肉体的世界 这是你的背景 是什么意思 你所有眼见的东西 都是属于神的国度 这是耶稣说的 这是我的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 我们应该成为当中的真正主角 我们应该成为当中的真正主角 我们是一个主人 我们去带领这个生命 我们去带领这个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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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拯救其他人 就是因为神的国度 已经与你同在 当圣灵来的时候 你会得着从神的国度 当你得着耶稣基督 你已经是主角 当你得着耶稣基督 你已经是主角 I give you Holy Spirit 神话赐给我们有圣灵 This is your life 这个就是你真正的生命 OK Under Holy Spirit You live every day 当圣灵来到 你会得着能力 你会成为我的见证人 This is how you should live The way of your life This is how you should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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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属于我的种类 你属于我的形象 无论如何我都与你同胀 我会计算你的生命 你会被我使用 所以你祈祷 在我的应许之下 去见证,去等候 然后看看神的作为 在你的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祈祷享受这三个答案 神的国就是 使徒人传一章三节,圣灵就是一章八节 福克福斯一章一节,一章三节,一章八节 他拿着这三个神的话语成为他的答案 这是耶稣基督的话语 然后他就升上天 这是最终的话语 我们要去思考一下 这些东西我们都拥有 然后他看到这三点之后 他就去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来到他的面前 这个问题来到他的面前 Sometimes this can happen to our lives 所以在外心里我们同样都会发生 问题已经在外面等着我们 问题已经在外面等着我们 然后问题来到我们那里 然后我们怎么处理 这些东西很重要 当你见到有问题的时候 你不会说 这是一个问题 我真的处理不了 什么是答案 No, before you think that The first thing you have to think God is Almighty God 但是你这样看之先 你一定要这样想 神就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 这是第一次你 have to think 你首先要这样想 I am under God's grace I am under God's grace And then He loves me He is very loving me He saved me first I am under the kingdom of God I am under the kingdom of God I have a Holy Spirit I am under the kingdom of God But why does this problem 来到我生命里面? Why? I know that God is a living God I know that God is a living God He is a Alpha and Omega He is a創始成终的位主 That means He is a beginning and end He knows everything He has a mighty power But why is this problem Before you complain You have to realize first He is a creator He made everything He knows everything And He knows me He has a plan in my life I am waiting for this answer I will use my God I am His follower I am His disciple This is my life I have a God's covenant But this problem came to me Go What is your plan? This is your question Don't complain Wait And think What is your plan? What is your plan? What is your plan, God? Because you know this problem You know I cannot handle it You know me well You gave me these promises I have this life So you came to me first You told me this first And this is my faith So I hold on to this But I see a problem This beggar came to me Seeking for the money I only hear the spiritual problems I do not have a silver gold I have no money Silver gold I do not have This means I have no method I have no answer I don't know how I can kill you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have this promise This is all I have This is all I have What I have What I have What do you mean? Actually for the beggar He needs the money He is a beggar He has nothing to eat He cannot survive What does he need? Money He needs the money Everybody understands He needs the money I don't have it What do I have? I have this What do I have? I give you you And I want to show my God You have a reason From his sicknesses And after that Bible says 5,000 people believe Through the event This was a problem But Peter used this But Peter used this Today's Peter Please use them We have Simon Peter They got to use this power What's your plan? Why this problem came to my life?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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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two I know my identity I know what I have I know what I have Number three We use it Use this Use my identity Use his power Through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Through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hatever you use his name Whatever you use his name Holy Spirit works Okay So Peter He just can pass by Pass by the problem Oh I'm sorry I don't have many Buy And he can just pass by Sorry Next time Maybe I give you Mona today He can pass by But Peter He was the host Host of the problem He like to take care of this problem Why Kingdom of God is with him Only He can do this Why He has This True promise Through this week I want you to meditate this What is your salvation? Who is Jesus Christ to me? What is the kingdom of God? What is the kingdom of God? God said I give you keys of the kingdom of God Right So we have a key Right When you open You open Right And your body will rebound We have this background And Jesus surely promised He can give us the Holy Spirit So we have it This should be your power This should be your faith Stone this week I don't give a problem comes to you I'm not asking you to search the problem To go after the problem Whenever the problem comes to you Don't panic Si still and think Before you make a decision You have to think first God what is your plan? Why do you allow this problem to me? Why do you allow this problem to me? If you come to God You will always answer Why? It is the mighty God He has all answers for you State before God And ask God What is your plan? 为什么你允许这件事不发生 我知道你有一个美丽的朋友在我的生活 你很想使用我 所以神要求你让我得到使用 所以神要求你让我得到使用 所以神要求你让我使用 透过这个问题 用我今天 用你今天使用 去展示你的荣誉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应许 我们首先要拥有神的应许 所以让你把这个应许放在这个问题的面前 我究竟拥有什么 我就给你 给你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见证一下 神可以为我们再度的什么 我们一起谈到 天父我感谢你 你赐下一个这么美好的话 必须要知道你会给我们生命有答案 你是真正的基督 你就是那位活着的神 神的国度已在我们的心里面 也会在我们的心里面 今天生命都要我们一起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让你真正享受我们所拥有 因此我们可以被你使用成为真正的管道和器皿 主要求你透过我们生命里得着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 明镜与点点栏目